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Cindy 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24个单字 deadly 这个字dead就是死亡的意思 这个地方里本来是形成一个副词 但是这边不是 deadly 这个地方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致命的意思 致命的 我们看一下解释 being able to cause death 能够造成死亡 请看到例句 no sharp objects are allowed in the prison for they can be turned into deadly weapons easily no 就是 no禁止 sharp objects 尖锐的物品 任何尖锐的物品是不能被允许 在这个prison 就是监狱里 for 这个地方是一个连接词 for 这个地方是一个连接词 它就是因为 好 因为 they can be turned into 它们能够被变成 被变成 所以这地方呢 turn 本来是turn a into b 那这边是被动式呢 就是因为它们能够被变成致命的武器 好 easily 就是很轻易的 很容易的 好 我们看到这个解析的部分 在这个deadly的部分呢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同意字 轻易把它写下来 好 等同于fatal lasso mortal OK 这个都是同意字 好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 好 第二句 致命的一击 这个地方 the wa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struck a doubly blow to war to peace 好 这两国之间的战争呢 已经造成了 对什么造成致命的一击 这个struck本来是strike 好 这个圆形动词是strike strike 好 OK 那这边的话是它的过去分词 就是造成了致命的一击 对于这个世界和平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搭配词 deadly enemies 就是致命的敌人 也就是死敌或不共戴天之地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Harry Potter and the Voldemort Voldemort是谁 就是佛帝诺 好 Harry Potter 跟佛帝诺 are devilly enemies 就是他们是死对头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五个 好 第二十五个 enclose enclose enclosure enclosure 好 close 我们知道本来是关 好 那我们现在en 有没有 好 就是把它圈起来的意思 enclose 就是把它圈住围起来 好 那enclosure 这个是它的名词型 注意字尾是je 结尾 好 那请看到这个解释 to close in order to surround 好 就是把它关起来 或者是surround的是什么 就是围绕 好 Surround 就是围绕的意思 ok 来看到立决 the princess is locked in a tower enclosed by a high wall 好 这个公主呢 被关在 好 关在一个塔里面 ok 被关在一个塔里面 那这个enclosed的是VPP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本来是有这个that is 然后这个塔呢 被什么所圈住 被这个高墙所圈住 好 再来看到名词型呢 就是圈起来 就是把它圈起来的意思 所以就是圈地 来看到立决 sheeps should be kept in closures that are secure from predator OK 那绵养应该被被养在 好 这个地方cap就是被放置在 好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圈地里面 这边注意一下 它是可说 然后let's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好 形容词子句 好 这样的圈地呢 是怎么样 are secure from secure就是安全的 行容词安全的 好 它是非常安全的 然后可以避免这个predactors predactors就是掠食者 好 掠食者 好 我们看一下解析的部分 好 这个在解析的部分呢 好 就是 请看到这个同意字 好 所以surround的也是 好 还有circle就是圈起来 好 bound的也是 好 就是把它圈住或者是围住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字 enclosed 这个enclosed就是与世隔绝的 因为圈起来就是什么 好 然后圈起来就是跟外界隔绝 所以这个enclosed就是与世隔绝的 圈住的为住的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since his retirement mitcher johnson has been living in an enclosed area in the mountains 好 自从这个地方since就是自从 自从他的退休 那Johnson先生呢 就一直住在一个 好 与世隔绝的地方 in an enclosed area in the mountains 就是在山中 好 在山中 所以我们叫这个制首呢 en 就是动词制首 表示有使什么什么什么的意思 比方说enable就是使能够 enforce就是实施 强制执行 enrich就是使丰富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26个 好 第26个 好 第26个呢 是fuel fuel 这个fuel呢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 fuel呢 好 就是有那种火上加油的意思 因为这个字呢本身 它名词就是燃料的意思 然后它跟 它是从这个fire过来的 好 所以就是 好 刺激 激起或点起 好 什么样的怒火等等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释 to make something stronger or more intense 好 使得抹是更为的强烈 或者是更为的 intense 就是激烈 就是激烈 请看到例句 好 OK Elisa was upset by her boyfriend's dishonesty and his indifference just viewed her anger 好 Elisa was upset 这个upset就是使挫折 好 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当作是VPP 就是被挫折的 感到挫折的 感到心烦意乱或感到挫折的 好 对什么感到挫折呢 buy 這邊注意下一个buy 有没有 好 就是因为她男朋友的 dishonesty honest 我们知道是诚实的 那honesty是名词 然后再来是dishonesty 有没有 就是不诚不忠 and his indifference 这个indifference呢 本来是 长得像difference 对不对 那这个indifference就是冷漠 好 冷漠跟怎么样 没有兴趣 冷漠啊 无兴趣啊 就是 就是淡掉了这个感觉 just feel her anger 就是激怒了她 这个feel就是点起刺激 angor就是怒气 好 所以请你注意下这个片语 feel her anger就是激怒 激怒了她 那这个feel呢 它也可以当作燃料 燃料 然后我们看到例句 in the mountains people use different fuels from those in the city 好 在山区里面呢 人们使用不同的燃 这个燃料 ok from ok from be different from 和什么什么不同 我们这地方呢 请你注意下 要用from 和点点点不同 和点点点不同 好 那这地方呢 这个loads和什么不同 这个loads就是指那个fuels fuels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 就是已经有提到了这个fuels 所以我这地方 用指示代名词loads 是取代这个fuels 好 跟在程式中的那个燃料是不同的 好 再来看到第二句 cold natural gas and oil are three types of commonly used fuel 煤炭 天然气 还有石油 是三种不一样的 好 三种类型 好 常用的燃料 这个呢 used就是实用的 被使用的 那commonly就是常见的 常见底 我们看一下解析 在解析的部分呢 请你也是注意下这个同一字 这个fuel它就是有刺激或者是机器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对什么什么供给燃料 供给燃料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会很难 比方说 来看一下供给燃料的例句 this kind of a Jeep is fueled by this oil 好 这类的吉普车 这个jip就是吉普车 好 这类的吉普车呢 是由什么所提供燃料 这个diesel fuel就是柴油 柴油的意思 好 那fuel呢就是 好 燃料 我们看一下油箱要怎么讲 好 we need to find a gas station immediately to fuel or empty fuel tank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加油站呢 然后怎么样 加满油 加满油怎么讲 就在这里 feel就是使 充满 好 充满我们这个empty empty就是空荡荡的油箱 那接下我们看到燃料的用法 好 fossil fuel是什么 fossil本来就是化石 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石油跟天然气 其实是从 是由这些 好 生物的残骸 好 然后呢 经过这个跟这个 好 地质的一些变化 然后最后呢 产生了这个化石的燃料 好 然后固态燃料 就叫做solid fuel 比方说像是cold 就是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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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diesel fuel or oil 就是柴油 好 就是柴油 好 再来呢 生殖柴油 boil diesel fuel 就是动植物油脂为原料 比方说 好 之前有用这个玉米 好 这个在美国呢 有研究用玉米 对 去作为这个 生殖柴油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第27个 第27个 第27个呢 就是fitting or fit 好 fitting fit 我们已经学过就是适合 然后呢 注意一下呢 这个地方呢 变成fitting的时候 要重复字为t加ing 就是合适的 恰当的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fitting呢 这个fit就是说 这个很适合你啊 这个很合身啊 这个合脚啊 这个很适当啊 这样子 这个就叫做fit 好 我们看一下形容词 appropriately and seemingly correct appropriate 就是适合的 适当的 恰当的 而且似乎很正确的 好 我来看一下例句 whats your father said of you is a fitting description of your personality 好 请你从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名词之句 好 这个是由疑问词 whats 所开头的 你的父亲 好 说 提到你的个性 state of you 提到你 好的这个个性的描述呢 is a fitting description 这个是一个很适宜的 appropriate 好 很适当的description description就是描述 描述 好 那它的动词就是describe 好 就是很 好 对于你 就很描述就是你的personality 就是人格特质 再来适合 好 来看到例句两个 friend never buys shoes online because she isn't sure if they will fit 好 friend呢 从来不买鞋子在网路上 因为他并不确定这个if呢 是名词子句的开头 就是是否 名词子句的开头 他们是否会合适 they will fit 好 来看到例句第二个 size 6 doesn't fit you you need a bigger size 6号尺寸并不适合你 你需要一个更大一点的尺寸 好 再来我们看到这个解析 其实解析的话呢 大家注意一下 几个同意之下 这个fitting呢 刚刚有看到一个appropriate 再来是proper proper也是适当的适宜的 再来是suitable suitable ok 那我们来看几个用法 好 fit的用法 好 第一个呢 就是融入 融入某个团体 某个群体 Linda tries her best to fit in with her new friends 好 她尽最大的努力去融入她的新朋友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和什么什么相称的 the dress beats her very well 这还蛮简单的 就是说呢 这个洋装很适合她 好 然后更衣 先请你写一下 the fitting room 去购买衣服的时候 我们就会试穿这衣服 再更衣接这个叫做fitting room ok 好 再接下来呢 注意一下keep fit 就是保持健康 保持健康 所以这个fit呢 本身它就是有适当的 适合的 相称的 或者是保持健康的意思 好 再来请各位同学看到第28个 第28个是ripe ripe 好 这个ripe呢 它的意思就是成熟的 成熟的 那通常呢 这个ripe呢 会用在就是像是水果 好 食物的成熟 或者是时机成熟了 那另外呢 我们曾经学过一个单字叫mature 这个mature呢 通常是在指呢 一个人的个性 他成不成熟 这样子 这个叫mature mature and fully developed 好 Fully developed 就是完完全全的发展的 好 请看到例句 my mother brought me to the farm to teach me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ipe and unripe fruits 我的母亲呢 把我带到这个农场呢 教我是如何 来distinguish 就是什么 辨别辨认 我们刚刚这课才学过 distinguish between a and b 好 就是辨认 a跟 b 好 那同学注意看一下 ripe就是成熟的 那它的反应是叫做unripe 就是未成熟的水果 ok 那mature的相反是什么 就是in mature 就是不成熟的 不成熟的 那我们可以说成熟 水果是用mature去修饰吗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解析 好 在解析的部分呢 我们注意看一下 时机成熟了 时候到了要怎么讲 来看一下例句 i will tell you the answer when the time is ripe ok the time is ripe 就是 时机成熟了 ok 那另外的字词搭配 be ripe for 就是准备好 就是说你已经实际成熟了 已经准备好 好 所有的事情 好 来看一下 henry has been working for the 35 years he is ripe for retirement 好 Henry呢 已经工作35年了 他已经准备好要退休了 再来看到他的动词型 ripen ripen 有没有 就是变成熟的意思 就是变成熟的意思 来看到例句 the fruit can be harvested as soon as they ripen ok 水果呢 能够被收割了 一当他们怎么样 ripen 也就是 they become ripe ok they become ripe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二十九个 第二十九个 phot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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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中音在这个地方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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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中音在这地方 phot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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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音在 这个graphic 这个地方 photographic ok 那这个字呢 好 我们知道从什么 photo photo就是什么 就是照相 ok 好 那graphy呢 就是图像 ok 就是画成这个图像 那所以呢 photography 就是摄影术 就是摄影术 它是不可属名词 那请同学看一下 photographer photographer 这边er呢 就变成了摄影家 摄影家 或摄影师 那再来呢 变成形容词要怎么处理呢 photographic 有没有看到 photographic 就是摄影的 摄影的 摄影的 好 我们先看到这个摄影家 a person who takes pictures as a hobby or profession 好 一个人呢 他照相 好 take pictures 就是照相 当作是 hobby就是兴趣 profession 就是专业跟职业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George and Mary hired a welding photographer to capture the most unforgettable moment of their big day George and Mary hired 就是雇佣的 一个婚礼的摄影师 为了去捕捉 这capture呢 本身就是有捕捉的意思 那这地方 地方就是说照相去捕捉 这个最为难忘的时刻 好 捕捉这最为unforgettable forget就是忘记tubo 好 形容词形 所以呢 难以忘怀的时刻 在他们的big day 就是大喜之日 好 再来我们看到这个photographer ok photography photography就是摄影师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having no idea how to take good pictures Elly has decided to take a photography course for beginners having no ideas 这个地方是一个vng分词购句 分词为开头的一个 好 据够 分词购句 好 去修饰谁呢 修饰那个Elly 好 不知道如何去照出好照片 那Elly呢 就已经决定要去take course 好 就是上课的意思 好 上课 上一个 好 摄影的课 好 为了这个 给这个初学者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photographic photographic就是摄影的 这形容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Larry has spent a huge amount of money on photographic equipment Larry已经花了很多的钱 a huge amount of amount of 好 这地方就是大笔的意思 那用个huge来修饰这个什么 来修饰这个amount 就是大笔的金钱 在 花费在什么书上 用arm 然后加上名词 好 在这个摄影的器材上 或装备上 equipment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析 那在解析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 好 photogenic 好 这个呢 蛮有趣的 这个photo就是什么 就是 相片嘛 那genic是什么 这个是gene 这个gene 这个gene本身就是基因 基因 所以就是说呢 你天生这个基因就是怎么样 就是很上相的意思啦 ok 上相的 请你把它写下来哟 这个非常重要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第三十个 第三十个 好 好 defi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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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definitive 这个definitive呢 就是 决定的 绝对肯定的 ok 这个跟那个definite 有没有很上 definitly 有没有 definitly 我们以前学过就是 绝对的 absolutely 绝对的 肯定的 这样子 这个是副词喔 那 definitive 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中文在这个地方 好 就是决定性的 或绝对肯定的 好 来看到解释 with an unarguable conclusion 以着一个 没有办法争论的 结论 argue就是争论 able 就是可以争论的 arguable 就是没有办法争论的 conclusion 结论 大家看到例句 there has been no definitive explanation as to how this strange disease came into existence 好 这个地方 there is there are there have been 这个地方就是 现在完全是 一直以来 好 没有 决定性的 决定性 绝对肯定的 explanation 就是解释 us to us to us to就是对于 好 关于 对于 好 对于呢 how this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名词子句 好 名词子句 用一个how 一问词所 开头的名词子句 好 这个奇怪的疾病 是come into existence come into existence existence就是存在 那这地方就是如何存在 是如何出现的呢 这个请你把它圈起来 ok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解析的部分 这个解析的部分 好 那刚刚请同学看到这个 definite 怎么样 definite就是明确的 或确切的 好 比方说 好 来看第一句 still thinking 这个is unable to give you a deafness answer now 好 他还在想 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好 明确的答案 那他的这个 这个副词 definitive definitively 就是明确的 而且他有决定性的一艘 决定性的一艘 好 所以呢 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 很绝对的 好 那这个地方呢 definite是很明确的 很确切的 很确切的 好 再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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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音都在第一个 好 第一个音解这地方 这evidence就是很明显的 很很清楚很明显 很obvious 好 很 这样子 obvious 的意思啦 好 那evidence就是非常显著的啦 好 那evidence就是证据 这个字我们常常看到 就是证据跟迹象 我们看一下这个名词 不可数来看到解释 a thing or fact clearly showing that something exists or is true 好 一个事情呢 它显然的呈现出说模式是存在或者是真的 好来看到例句 Wendy was charged with giving false evidence in court Wendy呢被控告 好被控告什么 好被控告什么 这个charge呢就是控告 好被控告呢 他做违证 好 这个giving就是给予 false evidence 就是错误的证据 也就是伪证 在court就是法院 好在法院 好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好形容词型就是明显的 我们来看到例句 It is evident that carbon emissions contribute to global warming 好这件事是很明显的 哪件事呢 名词子具在这个地方 Carbon就是碳 我们现在常常讲说环保 所以我们要减少碳的排放跟碳足迹 我们要知道这些碳足迹 我们要知道这些碳足迹 比方说你搭高铁 就会有排放多少的二氧化碳 它都会跟你讲 就是你可以去查 好这个叫做Carbon Emission Emission Emission就是排放释放废气 好 Contribute to Contribute to就是造成 好造成跟导致 就是等于Cose或者是Liter to 好 Global warming就是全球暖化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解析 好这个Evidence呢 Evidence呢 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Prove 好就是证据的意思 就是证据的意思 好然后再来看到Evidence 我刚刚讲到同一字 Up obvious 来写下来 还有Apparent Apparent也是明显的 好就是明显的意思 再来Evidential Evidential就是证据的 或作为证据的意思 好作为证据的意思 然后Kevin is trying to interpret 这个Evidential data 好他正尝试着去诠释这个证据的资料 作为证据的资料 好那我们这一课单字呢 就全部讲解到这里结束哦 谢谢大家